帆尼能量币就在汉皇庆功里边 你们 给我快走 我们就是来参加有事芝麻赛的 满足 实在你啥啥足 满足 别说了 你别跟我再说别的话了 快 好累 还有一面琴 欢迎全世界 你跟我去梦想 各图阿拉城 位于辽宁省 苦顺市 新兵满足自治县 士努尔哈赤称汉的后金都城 被称为清朝第一都城 慢点慢点 小心小心 我们这次来到的可是清朝第一都城 赫图阿拉城 这次一定要多加小心 但你们说 帆尼能量币真的会在这里吗 小A说了 帆尼能量币就在汉王庆功里边 哈 汉王庆功 A是不是 沃尔哈赤住的地方吗 这里一定戒备孙爷 我们这样可以吗 别担心 这次我可是请了救兵哦 谁啊 走 走走走 走走走 嗨 嗨 嗨小郁 你们终于来了 这位就是我请了的帮手小郁 然后这些都是翻尼加索的成员 大家好 我是小郁 这就是汉王庆功啊 对 什么人 把素败带走 哎 怎么了 是谁啊 你们是谁啊 哎 等一下 哎呀 慢点胳膊 哎呀 我胳膊 放开 快放开 干嘛 哎 说吧 你们为什么要进入汉王寝宫 我 我们是误入的呀 对对对对 我们是第一次来 我们迷路了 对 最近确实是有很多八旗子弟 来这参加勇士争霸赛 你们是吗 哎 对 我们就是来参加勇士争霸赛的 慢说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你们这看着也没有勇士的样子呀 啊 你说什么 哎呦 东东来 我们是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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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吧 这次就将你们分为两队进行三轮比拼 最终获胜的队伍 就可以认证你们是八旗勇士 并且获得八旗勇士勋章 和满汉全席的奖励 满汉全席 哎 等一下 如果输了的队伍 你们就要被流放到 凝骨塔 凝骨塔 那我们不能输啊 哎呀 不会输的 你有我跟小韵啊 对啊 那我呢 那 哎哎 等一下 啥会儿就跟你俩一队了 哎小豆子 你什么意思呀 哎呦娘娘受不起呀 来拖着 带你看世界 带你去冒险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啊 哇 欢迎来到卡克斯故居 这里是努尔哈赤的出生地 哇 真的假的 那这个就是努尔哈赤用过的吊篮 好厉害 那我们要在这么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进行比拼 任务一 满雨传声头 优秀的八旗勇士 一定要能准确地传递信息 两队成员轮流接力传递一句满足话 传递准确率最高的队伍获胜 获胜的队伍 一人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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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把这个 都能够走到鱼儿的 都能够走到鱼儿的 德国人不爱死去 我们不去 就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拜拜 那么长 啥的说啥 老师等一下 你稍微慢一点啊 嘴下留情 好那我先慢一点说 满足一人的 嗯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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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老师 哇塞 它开始了 嗯 现在你记完了 记住 难吗 满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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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 你现在不能这样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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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拦 谁叫义拦呢 一灵 一齐郎 搞牛婢 擅牛婢 打牛逼 打牛逼 被创死了 蚂蚁蚁 然后 吉里哗啦一堆 吉里哗啦一堆 最后两个字是 欧比 满足 咱们是这个找对 一兰 我们保证 一兰 我们保证 卡流查 别说了 不要跟我再说别的话 快快快 保证全对 满足 满足 一来卡弹的 一来 然后 然后 吉里哗啦吉里哗啦一堆 没了中间省略的那没有啊 欧比 老师刚刚不是聊了很久吗 他们先记几个算几个 把我给你传达的圈记住了 我们是对几个字就行了 第一个字是猛 猛足 你先走开 老师验证 满足 一颗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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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stle 一颗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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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dzi 然后 滸滚姑高 两颗 是啊 老师也就是 然后再混打 那么那么的拼打 发喜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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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好帅 真有 真有 所以我们说对了几个词 七个词 七个词 老师那请问刚刚这么长的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呢是满足有三大怪 生了孩子吊起来就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呢 是怕动物闯进来把小孩咬伤 而且还能让家里的其他人一边看孩子一边干点活 是有关满足文化的一段话 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咬伍墨丹的 乌鸽哈奇 把他的 好 这第一句 呃摩 乌丹的 乌蓬摩 乌 乌丹的 哈达达奇 诺乌鸽哈奇 乌拉哈奇 把他的 把他的 啊就是 第一句就是 哈哈哈 可以传话了 呃那个来 谢谢老师 哈哈哈哈 快快我忘了快点快点 哈 乌龙 怎么摸 牡丹的 把他的 弄了哈吉 把拉比 我忘了呀 你再说一下 我呢 我呢 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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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牡丹吉 牡丹 牡丹吉 牡丹 牡丹吉 把他的牡丹吉 弄了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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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这这四个 哦 来了来了 牡丹的 牡丹的 什么 牡丹花开 牡丹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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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什么 努力 什么 牡丹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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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是这样的 公布答案 玩游戏 靠的是脑子 但这个东西 我队友 没有 牡丹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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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吉 �e 莱拉币 古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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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只是敢用我 我想ого 慕丹 牡丹底 牡丹底的意思就是 牡丹的 牡丹椒 诺尔哈赤曾经征战过牡丹江 又蒙对了一个 诺尔哈赤曾经征战过牡丹江 但是他后来又回到了 我们没让他翻译吧 那不是要传声吗 我现在对了几个了 三个 所以我们对了三个是吗 对 这故事讲了什么呀 这段话的意思呢 就是有次诺尔哈赤被敌兵给包围了 他想出了一招装死逃生的办法 你说瞧不瞧啊 这时候一群乌鸦就落在了身上 他的身上 因为乌鸦是吃腐肉的 罪兵就以为他已经死掉了 所以他就真的成功地逃脱了罪兵的追捕 哦 之前听过这个 原来如此 虽然我们这局输了 这是让一让你 确定吗 接下来看我们如何发挥实力 一下绝地反击 把你们气到飞起 但是我们还是有话想说 不管你们耍什么花样 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没有什么手下败将 只是你们的凭空想象 赶紧下轮大 好了赶紧开始 哎老师我有个问题啊 我们都是汉族的嘛 所以你有没有这种 蛮语有没有 一些好学的一些可以教的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 像有一首歌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嘎啦 嘎啦就是 嘎啦就是蛮语 鸡脚嘎啦 哦这是蛮语啊 那如果刚开始有这个词的话 我必胜 还有波鲁嘎 波鲁嘎也是鰻鱼 沙琪嘛 飞起来都是鰻鱼 沙琪嘛 是的那个沙琪嘛 对